聽聽成語故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海苔哥哥 今天海苔哥哥要帶大家學一句成語 叫做 約法三章 一 二 三 規定一共有三條 約法三章是指 事先規定好的法則 這句成語是來自秦朝時候的故事喔 秦朝末年 有很多英雄 都起來反抗秦王 呵呵 其中啊 有一位叫做劉邦 劉邦他對自己的士兵非常的嚴格 要求大家 絕對不能騷擾百姓 以免引起百姓的反感 當劉邦的軍隊來到秦國的首都的時候 他對士兵宣布說 大家要注意 你們千萬要記得 絕對不可以騷擾百姓 不能搶奪百姓的財物 也不可以傷害百姓 違反規定者 一律處死 每個士兵啊 都相當嚴格的遵守軍紀 沒有人敢違反規定喔 也因為這樣啊 秦國的百姓都很尊敬劉邦 也非常感謝他 因為啊 比起那個殘暴的秦王啊 劉邦他才是一個真正愛護百姓的好君主 接著啊 劉邦召集了所有的父老 以及所有的豪傑 對他們說 秦王 殘暴又沒有人道 所規定的嚴苛法條 讓你們生活得太痛苦 現在 我決定將這些法條 通通廢除 耶 太好了 哇 每個人聽到劉邦這麼一說 都開心得不得了耶 接著啊 劉邦又說 現在 我們將重新約定法條 新的法條很簡單 第一 殺人的要被處死 第二 傷害別人的要被處罰 第三 搶奪財物的要判刑 就只有這三條規定 每個人知道劉邦這三條新的規定之後 都開心得不得了 非常感謝劉邦這麼仁慈的政策 也因為得到了百姓的支持 劉邦才能夠成為國王的 這就是約法三章的由來 是指事先規定好的法則 讓大家共同遵守 比如說 我和爸爸約法三章 只要我寫完功課 就可以玩玩具 打電動耶 耶 大家都了解約法三章的故事 及意思了嗎 春雨故事 下次見 請坐著 請坐著 感谢观看